近日 奥米克戎 BAR12.1变异毒株在美国逐渐蔓延 将新冠病毒感染率和死亡率再次提升 对此 一些专家表示 美国疫情很有可能会再次迎来高峰 人们应该提前做好准备 据报道 目前美国日均新增确诊病例约为6万例 相较于两周前增长了50% 但由于不包含居家检测和未报告病例 这一数字被严重低估 与此同时 奥米克戎 BAR12.1变异株在美国感染率不断上升 据美国疾控中心当地时间5月3号发布报告称 截至4月30号 该变异株感染者 约占所有新增确诊病例的36% 远高于此前一周的26% 作为疫情较为严峻的地区之一 加利福尼亚州湾区地区在过去一个月内 日均新增确诊病例数增加了167% 其中 旧金山市新冠检测阳性率高达7.9% 针对疫情现状 美国媒体和专家纷纷表现出相对悲观的态度 5月3号 美国全国广播公司刊文指出 随着时间的推移 人们从新冠疫苗或感染中获得的抗体逐渐减弱 加之 每一个新的奥密克戎变异株 与此前的毒株虽然属于同一谱系 但略有不同 因此 即使是有抗体的人 也可能会再次感染 此外 5月4号 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援引前白宫 新冠病毒特别工作组协调员 伯克斯博士的话表示 今年夏天 美国南部将出现另一波感染病例激增 美国应该为此做好准备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